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下午时间 这个中非所谓的中非论坛 这个习很重视 因为通过各种文宣 然后规格 以及习基本上主要的国家都见 都有通告来看 非常重视 似乎想通过非洲来翻这个盘 经济的盘 我们说经济的盘 然后习近平说 接下来要 中非关系处在历史上最好时期 中国愿深化同非洲国家在工业农业 技术时贸易和投资等领域合作 然后宣布 在未来三年来 中国政府希望向非洲提供 3600亿元人民币约合507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包括提供 2100亿元人民币信贷金额和800亿元人民币的各类援助 推动中国企业对非投资不少于700亿元人民币 并承诺帮助非洲创造至少1万个就业机会 一鼓励非洲在华 发行熊猫债 熊猫债就是那个超长债务 熊猫债 投资3600亿元人民币 为了三年内 中共 你看这里说 800亿元是各类援助 2100亿元是信贷 信贷资金那就是贷款 就是赚利息的 千万不要以为所有人都很轻轻松松可以带到这款 非洲这么多人2100亿 基本上 还分三年 那一年就几百亿元人民币 基本就是给他们的各个政府 非洲各个现在统治政府的这些高官 家族提供这个贷款 你看中共 然后还要交 还要别人给利息 然后800亿元人民援助 援助的话 他没说是给现金啊 用本是直接给美金啊 没有 给援助 援助上就号称800亿元 说白了就国内啊 多余的产能 这个库存的东西 往非洲运 这就叫援助 所以很虚啊 3600亿 想通过这个 让非洲 说白了就是帮中共 在本次大选 以及未来 在这个世界地缘 政治上啊 起到一个重要的一个支点 我们听听爱先生 你怎么看 分享一下 这个习事前自己 自己把那个经济 搞崩溃的速度不够快 你看他背后 俄罗斯已经在那边 让他源源不断的要输出 这个东西都得真经白云弄出去 对吧 然后非洲那些国家 他现在又要援助 3600亿人民币资金 国内嘛 民不聊生 对吧 医疗教育都不行 而且房贷也还不出来 很多很多地方 别忘了那个 中共国的那个楼市泡沫啊 这个事情没完啊 那个很多地方 现在就是二三线城市 甚至一线城市都已经 有很多这种楼盘 就是断供 断供了以后 你怎么办 那个就是银行亏空啊 就是银行的坏账 然后我真搞不动 他哪来的钱 再去援助非洲 不过话说回来 他也必须要援助非洲 因为为什么 我这两天也在想一想 想着一点 你们别忘了 那个之前毛说过一句话 还是周恩来说过那句话 说中共能够禁俄罗斯 就中国啊 能够禁俄罗斯 对不起 说是进联合国 是靠非洲兄弟 把我们抬进去的 这个就讲到我们的那个 前两天讲的那个2758号决议 那个东西 其实 路德你前两天讲过一句话 就是说中共起于2758号决议 也要终于2758号决议 我觉得习他肯定意识到这点 就是因为联合国的机制是 就是多数表决通过嘛 那他肯定他现在要开始要做铺垫 就是说去把那些人拉拢 到时候说乌暗一某一天说 要把联合国2758号决议废出 他得非洲兄弟的要拉住 就人多嘛票也多 对吧 能够把这个给否掉 这个我觉得是他在做准备 然后那你怎么办 你真以为非洲兄弟们会 会那个真心实意的那个 站在你这边吗 无非还不就为了钱吗 对吧 这帮子人说白了就是 心比脸黑 就是说以往就已经是 对那个就是说你看 我们也看到很多事情什么 大学 中国很多大学去 那个援助非洲的那个学生 对吧 然后还有女学生要陪 陪读陪睡 对吧 这个都是个样子吗 而且路德你想 你想前几年在广州 广州都要成那个 有一个区好像都要成非洲区了 都是非洲人 然后还闹事 对吧 还起义 还那个叫什么 叫搞事 还什么游行 这个你看最后还也不了了之 中共也没办法 这种事情就是出了 只能够自己自己就说 呃 靠钱把砸钱 然后稀释宁人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的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这真的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 还得还要这种时候了 还要去把钱往 大把的钱往非洲去投 啊路德 好 刚刚啊 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 FBI啊 搜查啊 应该是 突击搜查 瑞斯是突击搜查 纽约市长亚当斯的亚洲事务主管 两处防展 Winnie Greco Winnie Greco 就是这个中国人啊 也是 亚裔啊 Winnie Greco 取了一个英文名字 这个图片就这个 啊 他是 纽约市市长啊 绝对跟孙文的妈 疑惑的啊 纽约 纽约州最牛逼的城市 不就纽约市市吗 啊 他曾是亚当斯的筹款者 现在担任亚当斯的亚洲事务主管 整个纽约州基本嘛 都被中共渗透嘛 底料 卧槽 这次FBI啊 你看 搜查 这位核心拳子成员的审查 目前尚无清楚 是否与亚当斯有关 但这次表明 执法部阵的架向 对这位民主党市场 极其核心拳子成员的审查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导致周四突袭的调查 由布鲁克林的美国检察 关办公室监督 他与迈哈顿 联邦检察官经营的形式调查 是分开的 分开这调查 导致联邦调查局 第二个工在亚当斯 去年秋天离开一场 头痛是没守 他身上电子设备 这个格雷格前段时间 已经搜过他一家 这又跑他另外两个家里头 他肯定把他很多东西 知道吧 一些秘密机密 放在他的那两个屋里头 搜查了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我跟你说 这个肯定有事 现在是拔出萝卜 带出泥 你看从梁冠军 那个主动承认 对吧 外国代理人开始 然后到 这一系列的 从上面抓到下面 唐元俊 然后再加上 这两天的那个孙文 他肯定是 他肯定是上下级关系 或者说 就算不是上下级关系 肯定也是 也是就是说 平行之间的关系 所以那你想想看 这肯定之前 就已经盯住了 而且路德你要知道 在西方 尤其在 美英 然后还有就是说 这些发达国家 法治健全的国家 你不能够说 你随随便便 执法人民 跑进去 一脚把人家门给踹开 或者是砸开 说我来查水表 你以为中共国的 他这个要去问法院 要去拿搜查令 拿这个搜查令 是极其极其难的 你没有确凿的 实锤的证据 法院是不会发给你搜查令的 这个是 这个是基本的常识 所以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肯定都是 已经被盯收了 然后我们已经 昨天说过说 是FISA法案 对吧 是基于FISA法案进行 对孙文进行的调查 那么那你这样子的话 他肯定就是一个圈子嘛 他不可能他只有 他一个人干这些事情 他一个人 他肯定干不了这个事情 就觉得 你用脚趾头想都想都明白 他肯定是他一个网络 那么现在就看 看出来 这个叫什么 Winnie Grace 这个人就是 他们这一个圈子里面的人 而且这个人 他前几个月 也已经有新闻说出来 说 纽约市场亚当斯的 那个 对吧 筹款人 就已经 不是说了一天了 之前就已经 做过铺垫了 所以 我觉得这个 好戏 好戏连台 对吧 而且再加上 昨天 昨天 就前几天那个说 那个 纽约 中共国驻纽约大使 他自己 他自己跑了 他自己回去了 对吧 然后铺天盖地 这种什么中文媒体 就开始放消息 说什么 是不是被驱逐了 或者是怎么样 对吧 然后 这个就 我现在就发觉 就肯定有事 而且事情不小 不然的话 中共他不会 不会那么紧张 而且他不会 就是说 美国的 像霍储 那么那么紧张 而且国务院 也发声明 就说 意思就是说 你看上去是没事 但是肯定后面是 事情是大的 大了很 路德 是啊 这里头 你看 他这两种 他之前已经搜过一次 搜一次 他自己的家里 现在是两处房产 这肯定 秘密的藏 藏物 藏证据的 房产 在该地区搜查了 几个小时 这亚当斯 前两天 孙文的案子里头 也讲了 亚当斯 那个纽约市市长 那都是 中共捧的 在里头 很多 很多证据 孙文跟他们 搞到一起的这些 背后都是中共的 这个 他的亚洲事务主管 那绝对是 中共特务 是不是 你怎么看 对吧 你肯定 他肯 按照正常的逻辑来想 就是你如果说当一个官 你说我要 涉及亚洲事务 尤其涉及中国事务 那你肯定要想找的是 你第一 正常人的第一反应就是 我找华裔 对吧 我找会说中文的 至少我会懂中文的 不然的话 我怎么开展工作吗 我怎么跟人家进行交流 有安排我哪怕我下面的秘书 或者是我的助手怎么样 都是希望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 那么 先不说他们是不是想被中共收买 或者是怎么样 他有可能是初衷 他不是 他确实是想我 因为那个时候 中美关系之间好嘛 那么 做生意也 就是说那个商务交流 什么的各方面交流都 往来都很频繁 对吧 然后你作为一个地方官员 你上台了以后 那你肯定是想为你的 你管辖区域里面的企业 或者是人进行这种 就是说为他们牟利嘛 对吧 这个很正常一个政府 那么 那么这个样子的话 他肯定会 就是说用到这些人 用到这些人 但是中共就利用这个东西 然后他把他的人塞进来 然后对他进行影响 然后发掘人性的弱点 因为这些 这些都是普通人 他中共就善于干这个 他用 他就发掘你的弱点 发掘人性的弱点 你有些人不好钱 但是好色 你总有一样 好 对吧 你总有一口爱好 那么好了 他就 他就针对你的这个爱好 然后 他来特定帮你 就是说量身定制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说 DIY吧 对吧 帮你量身定制你的爱好 然后他就可以把他的力量渗透进来 对你进行影响 这个 这个 我觉得 什么 不管是霍楚也好 亚当斯也好 这种中招是 很正常的事情 好 路德 好 关于这个话题 咱们先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点子分享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